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奋斗是曲折的 唯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缓星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我们要始终发扬大无畏精神 和无私奉献精神 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 也是最懂得幸福 最享受幸福的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他引用的唯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缓星天 出自于毛主席诗词中的名篇 七律到少山 这里的赶这个字正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而幻这个字呢 这体现了人民改天幻地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壮举 而敢与幻的主体 也就是无私无畏 奋斗不惜的人民 也就是吸烟下的遍地英雄 他们才是精神最为富足之人 才是最懂得幸福 最值得幸福的人 最值得幸福的赶